马政府对蔡英文真的是像自由时报社论所讲的发动所谓的行政总攻击吗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是今天联合晚报的头版 83年次以后不用当兵了 这是国防部在今天做的一个最新的宣布 102年进入全募兵时代 83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一男 改受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102年进入全募兵时代 107年替代役渐渐走入历史 82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一男 可以服一年的替代役 还包括什么呢 部会狂打广告 政绩宣导铺天盖地 动用所谓的行政资源替马总统来进行服选吗 还来看这个单位很不赢 来看这个 这是角色错乱吗 江炳坤早上在海基会还在提倡九二共识 晚上去上海喊骂动算 将附中辅选 律认为根本滥权失格 现在就是这样 包括下面你看这个画面 台湾正式列为外交部 昨天在报纸刊登的广告 因为将台湾成为美国 免签候选国列为活路外交的政绩 这里选举当然不到15天了 大概是15天的时间 最近打开电视跟翻开报纸杂志都可以看到包括内政部 陆委会外交部 这些部会 大篇幅的政绩宣导广告 这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用行政资源大打广告 借着政策宣导之名 实为选前帮马一九总统助选吗 讲一句比较白的话 拿人民的纳税钱洗人民的脑 我请教室简宇彦 现在看起来要期待这些国家机器的公务人员 有用心 好像已经没效了 反正全面动员了 现在还怀疑是说 选举后报 你真的担心有子弹会发生吗 我也听到传闻 可是我听到是有关于宋先生的 宋先生的 因为三组候选人 那一旦其实只要一个总统候选人受伤的话 选举就会 或者是怎么样 选举就会暂停 所以我也听到了 有关于宋先生那边的传闻 就是说可能会危害他的安全 类似这样的传闻 所以这样的东西当然是非常有可能 我以前跑社会新闻 类似这样 其实只要开一枪 可以影响整个盘局的 多少人跃跃欲试 所以国安情治体系 现在应该要非常非常小心 怎么还有空去搞这些情搜呢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现在的奥博非常多 比方说 我今天就听到一个朋友讲 有人在我的选区里面立看板 看板上写上 就是说用选票特色阿扁 然后他专门就去深蓝区 立这个看板 用选票特色阿扁 他就去深蓝区立满这种看板 那当然就是要吹出深蓝的选票 做这些事情做什么呢 我们选举 我这次选举我已经发了八 大家真的是很多人念念不忘 陈水扁出来选 就认为他就是经典的候选人 就是让他来吹出深蓝的危机意识 可是何必做这些呢 选举我们不是要比赛 我们大家的证件吗 我发了八波文宣 发了八波证件出去 最后是因为看板上说 要去深蓝那里把阿扁请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选举呢 我们台湾的选丰难道到了这种地步吗 我们现在基层民众每次遇到我的时候 最近都问说 子弹会在哪里出来啊 要特别小心啊 遗验啊要小心啊 类似这样的传闻很多 可以显现枪子弹以及血 很有可能在最后这一两周之内发生 那所以我在这里呼应全国人民 我们选举不要看情绪 不要凭印象 你把我们每个候选人的证件拿出来 仔细看看我们几个主张 我们要用理性来选举 要不然台湾的选举现在变成了西西里岛 回到了整个黑社会控制的情况 现在帮派蠢蠢欲动 而且我要呼吁警政署长以及国安局长 回到国家体制里面 让我们的选举干干净净 不要再有任何一声呛呛 那这样 我想这个行政不忠或全面性的这种砸钱去做广告 现在跟我们说也不好 为什么你吃了争取的心 就继续撒钱啦 但是我请刚刚有个新闻是江炳坤 他跑到上海一下子 已经是一次了 你这些机票钱是谁出的啦 请我们的检调单位去查嘛 你不能够跨我们海机会的钱去那边做浮选 还在没看 那黄世民敢没在看宣定啊 他看了很多次 他说不敢办的案子 奇怪 他要看宣定才对啊 我们看联合报 我要再提醒一个 所有的立法委员候选人要注意啦 这个也是基层给我反应 因为这是总统立委一起选 也许总统的维安做得比较好 但是选前立委的安危 73个区域选区 只要任何一个选区爆发 这种冲突甚至流血 那整个选举要不要停的问题 就所有的这些报道下就计划选战 所以不是说那子弹会射向候选人 或一定是他太太或是 我就说在这么样高度绷紧选举 绝对最后在误差范围内 最后民调都会这样做嘛 差不多从五天而已都不能够发表 我们的国安单位 我们的所有警政 真的去做最坏剧本的想定 你如果是想闹事的人 你如果想要从这样的一个 拨拍照去获得利益的人 不管你是赌盘 还是你是因为候选的某个阵营 都不要紧 去想定最坏的剧本 做好沙盘推演跟因应措施 这个样子我要告诉你 到时候发生的情况 如果我们的国安单位事后 你没有去做那样的一个推演 发生了某种可能的scenario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的国安单位就很明显的失职 那我也请大家 所有的国人一定要善用你的手机 最近吴清机跑到台中 在台中高宫号召所有每一个学校出三度 吃的都是三心米最好的 再怎么跟退休的人讲 十二年国教的宣导 来到看不下去 马上就用手机照下来 对不对 就看到吴清机那张那样的一个丝吼 所以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福尔摩斯 每个人都可以做柯南 小兵力大工 在这个通讯那么发达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来帮我们防止这样的奥波的发生 两个礼拜了 这个奥波在后面到底还有什么 等一下我们开放call in 我们开放call in 听听观众朋友 你听到的又是什么 而你的根据又是什么 休息片刻 我们再回来 吃得到鼓励 完整的鼓务营样 随缘先鼓励 有邦人寿新老型在这 是专门照顾影法族平常生活的奥波险 无关系厨来厨外 大小的奥波 都给你顾丢丢 导播三百万 奥波段 每天付你三千块 如果是卡严重 每个位要够三万块 连帮你八年 连旧着看中奥波段 也有费哦 每天一杯导演的钱 就一百万的奥波補充 听卡 0800-365-880 有我帮你 有邦人寿 除旧不新 年终最后一档 五股家具名床展 错过等明年哦 迎接2012 全民太翻天 宁安东 张宁晶 郭春瑶 温生豪 巨星名旗 天立一报 十点三十一日 晚间新年期 江丽世语提示场 邀您全家一起来 晚间时间期 三里团台 今天日落台 内心机 说话电信台 全脑 现场直播 买家具当五股 29到2号 五股光商展览中心 家具名床展 谢谢大家 陪我度过这段 辛苦的日子 有了大家 满满的爱 让我更勇敢 更坚强 现在我要站出来 和大家一起 用爱守候 需要帮助的人 有很多孩子 因为家里环境 没有办法受到好的照顾 请像支持我一样 一起守候这些孩子 让他们拥有快乐的同盟 朝阳人寿 用爱守候 阳光暴震 给你温暖暴暴 也给孩子力量 台南家具展 12月29到1月2号 南榜世贸中心 只剩两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南家具展 12月29到1月2号 南榜世贸中心 只剩两天 春城世贸爱情天 何处风光不远前 台北市中心最美的一处森林 你来过了吗 独栋白金会所 四季永世花园 尊胜建设白金院 台北冬季旅展 聪明选轻轻松完 年底最后折扣 就在世贸三拐 可以去你家玩吗 可以等我家变漂亮吗 那要等多久 特立屋把家变美不必等 设计师款新登场 现在群管登市八折 特立屋 特立屋猫王图料 满两千 送两百 有建设设计师款新登场 我们就更有用力 来面对省望 美国一百年 美国一百年 七月一号台市 政府宽宽新大教育 照顾更小的家庭 每一天 每一天 都是好日子 哇 这风设呢 社会叫做新的 跟我们配合的照顾 让我们更好 的生活 换卫江山真的会不惜手段吗 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现在民调都呈现五五波 您听到可能会有什么奥波 我们听的第一通电话 是台南的洪先生 来洪先生请说 来洪先生你在线上吗 小金丽 来请说洪先生 对哦 国一线真正好 嗯 我看他这个奥波 我看他 现在台湾所有的社会氛围 就对了 嗯 我跟你说 不要说 他先前一颗子弹 还先前一头鱼的炸弹就没了 嗯 我跟你说 现在 地下的就对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更保守 我跟你说 伊南民政党说 台中伊南 贏七十 嗯 台中伊白人数四十 就像这样就好了 像这样就 如果地下是不至了 嗯 我跟你说 地下现在不至了 因为民政党是比较稠 这样子 这样子 对啦 地下现在还要稠 相关的 台中伊白数四十四万五 哦 好 谢谢洪先生 来新北市新店的庄小姐 庄小姐你好 小新你好 你好 各位台上的来宾大家好 好行 所有的来宾都直接说 我们保卫时间来 为什么这一场后征民主的选举 会让我们台湾的人民这么的不安呢 因为国民党 可能不知道他要出什么奥波 刚才听了所有可能的奥波 但我个人比较关心的是 假设我们环绕的奥波最好都不要发生 也没有发生 那小英也众望所归的当选的第一女总统嘛 那马英九是不会批民呢 赠权能和平转移吗 我们可是有四个月的空窗期啊 所以我想要请我们那个问证 好认真的议宴啊 能不能向小英主席建议啊 今晚的证件会上 就当着国人 甚至全世界关切的媒体面前 问马英九啊 看他会不会交出赠权啊 最好是签署好好约束各自的传罪 和呼吁所有各自支持的选民 要理性啊 一定要让他表态才可以哦 不可以再说不知道了哦 谢谢你们 谢谢中小姐来 台北的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在线上吗 林小姐 喂 来请说 喂大家好 是 我建议你